网络科技发达造就了近几年网络媒体的崛起 同时直接给传统报章媒体带来冲击 副首相纳都斯里·阿默扎西指出 传统媒体几乎已经被另类媒体所垄断 因此意识到有必要改进法令 来应对媒体业大环境的变化 他表示内政部将在全国大选后和媒体代表会面 检讨曾经在2012年修改的印刷及出版法令 是否符合时宜 同时必须确保不会过度限制 新闻自由和传统媒体出版 我们必须建立智能协议 政府通过KDN 允许保持人员 媒体经济 和媒体经济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必须试试 另外国际网络公司谷歌和脸书 占据我国网络收益高达70% 但却因为海外企业的关系 我国政府没能向这两家国际公司征税 间接影响政府收入 阿莫扎西承诺 会在明天的内阁会议上向政府提出建议 MDV7综合报道 我国际网络公司